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9月2號然後凌晨0.0分 那我們來錄一個無聊的小東西喔 就是如果說當這個特羅文跟春雨姑娘同時在場上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好那我們就直接這個影片開始喔 好開場的時候春雨姑娘他就是會飛到天上去嘛對不對 然後如果說特羅文 他開始附身之後勒 這一招是那個哀之死 好他附身在這個應該是那個什麼 豺狼戰士身上吧 好所以對面一點辦法都沒有 因為我方的場上已經沒有人了 好然後特羅文這邊晃一晃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 他附身前面還是做很多動作 好又附身了 然後而且他在附身的時候還是會觸發這個生命之術的那個 那個什麼遊俠的那個效果 好所以大概就這個樣子喔 如果說特羅文附身的時候然後春雨姑娘呢 他也飛到天上去的時候對方他就會找不到這個攻擊的對象 所以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再看一次喔 好春雨姑娘就跑掉了 好差不多要附身囉 好附身在這個薩特納的身上 然後春雨姑娘就開開心心的在那邊撒 撒粉攻擊喔 好這個是飛鳥鳥 哇死掉了 那特羅文死掉之後春雨姑娘才會下來喔 好所以說這個簡單的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影片 然後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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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如果下期會 我們下期會 我們下期會